藝人曾國成把大家嚇壞了 因為52歲的他錄影錄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胸痛 右半臉咽面神經不自主的抽動 趕快到醫院檢查 還好沒事了 但可能是最近太忙身體累壞了 但我們說曾國成身高179 體重90公斤 其他的造型師曾經建議他要減肥 而且他原本也打算嘗試這種1212斷食法 也就是兩餐的間隔12個小時才吃東西 但是對曾國成來說 他們藝人還有說錄完飲食晚上10點11點了 還是會吃東西 他說他就想辦法盡量做到吧 我們也知道很多藝人都會採用間歇性斷食法 但如何能夠控制體重 健康又不斷送非常重要 目前像是5比2斷食法 很多人採用一週五天正常飲食 其他兩天屬於低卡飲食 還有這一種168斷食法 也就是你把你的三餐集中在8個小時之內吃完 其他的16個小時都不吃東西 那麼這種都是屬於輕斷食 優點當然就是可以降低血壓 對心臟比較好 促進脂肪分解 降低肌肉發炎 但當然也有風險 尤其像是這種一天一餐 或是隔日斷食比較激進的斷食法 很容易會造成營養不良 腸胃問題 飲食失調還有血糖不穩 再來跟營養師高明敏來聊 告訴我們1212斷食法是比較 屬於輕斷食比較溫和的斷食的概念嗎 好 主播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其實陳哥執行的1212斷食法 簡單來說就是在一天24小時之內 因為他把他控制成12個小時可以吃東西 那12個小時是不能吃東西的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早上起床8點要吃完早餐的話 那時鐘繞一圈到晚上8點以前 就要結束晚餐 所以這個由此可以估計 陳哥可能因為工作比較繁忙 所以晚餐可能會比較晚吃 或是有時消夜的習慣 切實來減少消夜以及熱量的攝取 好 我們其實知道關於這個斷食法 實在是太多 有白白種 在日本還有超夯的什麼週一斷食法 當然都各有利弊了 但是到底要怎麼吃 怎麼選擇 才是適合自己的斷食法 好 其實就像主播剛剛提到 斷食方法其實很多 不管是1212斷食 1668斷食 52斷食 甚至間接性斷食 其實目的都是在於減少熱量的攝取 然後並且可以降低整體的熱量攝取之外 以延長我們所謂的通負的時間 那這樣子就可以進而延長我們身體修復的時間 但是因為方法真的太多了 建議大家先從溫和版本的開始 也就是說平常大魚大肉吃習慣的人 或是消夜習慣的人 我們先把這個習慣先切掉 然後藉此建立一個比較健康的飲食方式 然後再來慢慢的執行 由難度減到難度比較難這樣子 漸進式的斷食方式 但是有沒有就是哪些族群 他根本不適合做這種斷食法 好 其實如果要一個大魚大肉 或者是吃消夜的人 突然之間讓他都不吃東西 其實確實真的有難度 尤其是在愛吃甜食 愛喝甜的飲料 甚至愛吃澱粉族的澱粉控身上 這樣子的斷食方法會讓他們 往往讓他們感到比較無力 也會容易精神不好 甚至如果有在打胰島素控制血糖的患者 可能也都要多注意 因為畢竟延長了不吃東西的時間 那血糖的波動方面 就要注意得更深一點 還有一種是更激烈的斷食法 就是所謂的一天一餐 要不然就是隔日斷食 也就是隔天我吃 我把我的熱量壓到500卡以下 這個到底建不建議啊 其實我通常是希望大家可以 來去抓出一個自己健康的飲食方法 因為大家要試想一下看看 這個斷食方法目前並沒有很多研究去 拉長時間去證實它到底好或不好 所以就會依據每一個人身體狀況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先想想看說 你要斷食的方法入地是什麼 有些人想要降低熱量攝取 有些人想要維持健康飲食方式 有些人甚至想要讓身體的修復力 抗氧化能力更好 那所以呢應該先看一下 你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再去決定要怎麼樣來執行 因為從吃很多的人到不吃 是有一個很大的卡在那邊 所以我建議還是要依照自己的一個狀況 下去調整出一個最健康的模式 那重點就是培養出一個健康的飲食習慣 對 妳只提到健康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我也想要正常吃 那我是不是多攝取這種全骨類 優質蛋白質 蔬果 據說也是有斷食的效果 而且更持久嗎 對 我覺得主播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平常的飲食習慣像剛剛提到 如果把飯改成五穀 也就是有澱粉啊 有雜糧這樣子的狀態 再加上蔬菜跟水果跟肉類均衡的來攝取 就是我們所謂的均衡飲食 但是現代人太忙了 所以往往都不在這個飲食概念之上 那其實剛剛也有提到斷食方法 比較溫和一點的 其實就是不吃小野 所以像以我自己來舉例的話 我反觀一下自己的飲食方式 確實早上八點前完成早餐 也確實在晚上八點前完成晚餐 所以維持一個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是很重要的 好 非常感謝我們養師高明明 的確再次提醒觀眾朋友 減重真的是不能夠犧牲健康喔 還有更多的資訊 我們繼續回到新聞線上